打玻尿酸 风唇 哈喽大家好 我是Kiki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去打玻尿酸 风唇的经历 那如果有想要去风唇的宝宝们呢 可以好好地看一下这个视频 因为我觉得会对你们的帮助非常大哦 好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为什么要去打玻尿酸风唇 我分析了一下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是我自己的本身嘴巴就很小 就一般人笑起来 不是要露八颗羊吗 但是我只能露六颗 就是我的嘴巴它本身就挺小的 在整张眼看起来啊 我的嘴巴比例占比是比较小的 所以就有点五官比例不协调的感觉 有一点点啊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我的嘴巴很干扁 听到干扁这个词 你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啊 是不是有点不健康 是不是缺水啊 虽然我真的不缺水 我每天喝水很多 但是没有办法 我的嘴巴就是干扁 然后嘴巴干扁呢 就没有预感 预感从哪里来 就是从水嘟嘟的嘴唇来的呀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我的嘴巴的形状轮廓 非常的不清晰 我之前每次画孔的时候 我都要用唇线笔 把我的这个唇形先勾出来一下 不然我真的就是 嘴巴就是真的没有一个形状 那个线条啊 真的非常模糊 所以如果有以上三种情况的保温呢 也可以考虑去封一下唇 因为封唇解决了以上我的三个问题 封完唇之后呢 我感觉我的整个五官的比例都看起来舒服多了 就鞋条多了 就不会觉得这个人嘴巴好小 就没有那种感觉 然后我的嘴唇也不干扁了 就是随便涂了一个润唇膏 就感觉你嘴唇水肚肚的 然后我现在拍照呢 那唇浴感就是首到天来 就是一带你的嘴唇啊 有那种肉浴感之后呢 就是非常容易就 你懂的 然后我现在涂口红呢 也不用画唇线了 就是随便涂一下口红都好看 就根本不需要以前那么繁琐的步骤 所以说呢 封唇对我而言 感善是非常可观的 我非常满意我这个封唇 好了 再来讲一下我具体封唇的经历 我打的是一支玻尿酸 大家知道就是玻尿酸的计量 当会就是一支两支 当然你也可以打半支了 但是那样的效果的话 就会非常非常的微小了 我打的是一支玻尿酸 然后这个牌子呢 叫 这个牌子是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念 这个牌子呢 它这个牌子的玻尿酸是 它这个玻尿酸就是专门用来打嘴唇的 当时那个医生也跟我说 就是他如果要去封唇的话 他也会用这个牌子 因为他如果是专门针对于封唇的话 那肯定就考虑到嘴唇上的一些 一些性质 就比如说 它是稍微柔软一点的 然后它是可以增加volume的 然后市面上还有一个很火的牌子 叫乔亚登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也是非常好 然后也挺贵的 这两个牌子都很好 你随便打这两个牌子都OK 那为什么我还去选择打 我现在打的这个牌子呢 是因为它毕竟是专门design for lips 它比乔亚登呢 就可能稍微软一点 柔软一点东西 乔亚登它是非常的适合塑型 就比如说 你要打一个很清晰的唇峰 如果你要塑一个非常清晰的唇峰 可能乔亚登就比较不适合 因为它的塑型能力是比较强的 因为它稍微硬一点点 所以说如果你选择的话 其实这两个都OK 都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差别 或者是很大的影响 就这两个都OK吧 都是很好的牌子 那我现在用这个 Restuling Kissing 它就是design for natural looking results 它的打出来是非常非常的自然 就是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 你可能不知道我封唇了 因为真的看起来非常非常自然 但是如果我放一下 我之前的对比图的话 你还是可以知道 我其实是封过唇的 right 真的是非常自然 因为本来我追求的 也就是这种非常自然 就是感觉你好像没打的这种唇 我只是想要一点维度 然后想要一点点形状 但我不就是很追求那种 you know 欧美的那种 very big lips 我追求不是那个 就是稍微稍微增加一点 volume就OK了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价格 我打的那个牌子的价格是 750 已知 然后维持的时间 Koneco Trials 说的是一年 所以它可能 稍微平价一点的 郭酱酸 它的维持时间是稍微长一点 然后乔雅登 郭酸酸是780 已知 它俩的价格差不多 然后维持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一年 所以它们两个 你选哪个都没有差 我觉得都可以 就是看你自己个人的喜好 有些人可能就特别追求 you know 敲敲敲 但因为它名气比较大 然后呢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可能过个六个月 九个月 再去touch up一下 因为那时候 它可能会稍微的 慢慢的消掉嘛 然后可能过个六九个月 你觉得稍微有点小了 然后你可以去 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touch up一下 我去打的地方呢 还是我以前地上去的 LB Mass Bar 然后大家可以用我的code 有10% off 所以如果大家也想去打 玻尿酸的话呢 可以去找他们家去打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呢 我虽然是打了一只玻尿酸 但是其实我是分两次去的 因为打嘴唇 是一个非常精细的活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打完之后呢 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 就感觉好像 也没有那么那么的满意 第一次打完之后 等它稍微恢复的正常一点之后呢 再看哪里需要 因为有时候你 那么下 你是看不出来 感受不出来 它到底是哪里缺 或者是哪里多 分两次打是比较保险的 它不会像今天 在吸引所有的东西 我们只是想去 如果你想想 我会有点点 比较保险的 然后它会好 因为它会结束 它是比较保险的 比较保险的 如果我再继续 然后再继续 你会真的会 变得保险的 如果你要想去封诊呢 我建议去找那种 非常细心 非常耐心的医生 他愿意分两次给你打 因为这样打出来的效果呢 就是稍微 就会更自然一些 反正对我来说 我第二次打完之后 我真的非常非常满意 然后再说一下具体的感受 说实话真的挺疼的 我敷麻要敷到20多分钟 但是还是真的非常疼 但是没有办法 美丽都是需要敷出代价 这句话我不知道讲多少回的 真的是还是挺疼的 就是希望大家有个心理准备 然后打完之后呢 瘀青啊 或者是瘀血啊 都是非常正常的 然后打完之后呢 要非常注意的就是 不要结纹 因为结纹 就是有可能会让那个 玻尿酸跑掉 你知道吗 就 也就是不要结纹就行了 这个医生还专门 跟我强调了一下 然后打完之后呢 你也会很清晰的感觉到 你嘴巴上有那种 little bumps 但是这个是 过两个星期 几个星期之后 就会消失掉的 到时候你的嘴唇 真的吸收了那个东西 之后 它是没有那种 感觉上有bump的那种 就会恢复到正常了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反应 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就是它还是有一定的恢复期的 给大家看一下 波波睡觉的样子 然后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呢 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啊 我是拿着 就是我在小公书上面看到的网图 去让它给我照着那个样子打 但是呢 后来我打出来并没有这样的效果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嘴唇 它的原生的状态 它的形态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可能想要的那个样子 但是比如说我想要就是那种 cubable 非常非常明显 非常bequine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就是打不出来那种样子 为什么 因为我本来嘴唇的 它本身的那个 自身的那种形态啊 我这上面的线 本来就不是那种 本来这上面的线 就有点平的你知道吗 It's hard to create that like a sort of a straight line there 所以再怎么打 也打不出来那种效果 就好像 你想要染一个发色 然后你 拿着一个网图 去给那个染发人 人给你 想要染这个颜色 但是你永远都染不出 那个图上的 跟一模一样的颜色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种 心理准备 就是说你 你可能心里想的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打出来不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觉得任何的 整容也好 还是这种小的微小也好 就你不一定 一定要追求那么那么完美 就像网上涂那样 不是只要比你想好看就OK了呀 反正我是这么觉得 虽然我现在打出来的样子 跟网图差了很远 但是我也非常满意了 说实在 就是我还是心里挺开心的 反正我现在比想好看 你知道吗 然后还有呢 就是当时我打完 医生跟我说一句话就是 Don't study your lips You can't study your lips You're always going to have some asymmetry OK It's just natural but when you put makeup on and things like that You can 好看 You can work with it a lot better Like these are natural Like all the lips you see This might just be a bit of swelling here 改完之后 不要时时刻刻紧盯着它 然后说这里好像不对啊 这里有点点不对称啊 这里好像有点少一点 或是 就是 It's never gonna be perfect 永远都不可能 完完全全对称的 就像你的眉毛 不可能 不可能完完全对称的 你你的眼睛也不可能完完全对称 就是别太 有那种执念 你知道吗 就是只要比以前好看 就已经很开心了呀 嗯 然后呢 我希望大家在变美的路上 心态可以放好一点 就不要有那么强的执念 然后 不要追求那么的极致 不然有时候你真的会 like too much 做过的头 你知道吗 噢 还有一点就是 我不是说我买的是一只光亮酸吗 但其实最后 我只打了0.9只 为什么 因为当时打完之后 就觉得 已经OK了 I think we're happy and we stopped 嗯 because then you get into that overfilling and then don't and you go back and forth do you think I need more here no pistong no no you're perfect yeah 我要为了那0.1去化成了天祖 你知道吗 并不是说你买了一只 然后你整个全部 一滴不胜的给它打完 并不是这样的 就如果你已经 觉得OK了 已经够了 你就不要去再去追求 那剩下的一点点 不是说我买了一只 然后我就把它全部打完 就是到了那个程度就已经够了 所以你有时候要克制一下 你懂 我想说的就这些吧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 Instagram DM我 然后也可以在 评论里留言 好 希望大家觉得这些视频 对你们有帮助 然后呢 也希望大家like and subscribe 谢谢大家 好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